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他自我介绍说 我是好牧人 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 他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养舍命 这个我们就清除不过了 因为对于基督徒而言 诗篇二十三篇是我们众人喜爱 甚至能够背诵的神的话语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才会喂养舍命 如果不是好牧人那就是故宫 当老虎 豺狼 狮子来到的时候 故宫为了自己的安全 就丢下羊群不顾 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 有一位圣经的人物大卫 他也曾经是一个牧养人 他从小就牧养了他父亲 耶稀的羊群 所以他对牧养非常的有经验 他曾经对扫罗王说 有时候啊 当我牧养我父亲的羊群 遇到狮子 他们想要把这个羊抓去的时候 我就会追上去抓着狮子 抓着他的头打他 直到他放了羊 大卫这样的经历 这是一个好牧人 他用他的生命去保护他的羊 但是大卫却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所以他自己知道 虽然他自己是牧养人 可是他也有一个更大的牧者 就是我们的上帝 除了大卫 耶稣他自己也说他是好牧人 耶稣说他为我们舍命 是要告诉我们 他愿意为我们牺牲 愿意为我们付出代价 当然最后 他真的为我们舍了他的性命 第二点 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 他也说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一个好牧人 不仅会关心羊的吃喝 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耶稣更关心的是 我们心里的需要 因为这是更重要 也更宝贵的 我常常听到主的话语安慰 我常常听到主的话语 对我的鼓励和教导 甚至我也常常听到 神的话语对我的劝戒 让我有机会来悔改 回到他的面前 这些都对我受益无穷 而我自己也在学习 做一个好牧人 耶稣要我们听他的声音 这是因为他希望我们保持 跟他彼此有相通美好的关系 另外我们看见牧羊人手上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牧羊的工具就是他的杖 他用杖来牧养羊群 有一些羊群如果不听话离群 那么这杖这肝就可以把这些羊群赶回来 所以这个牧羊人的杖也有带领跟引导的作用 除了带领跟引导 当我们刚刚说到当豺狼来老虎来的时候 牧羊人首先就会用这个杖打退这些的豺狼跟老虎 或者是敌人 因为用来保护他的羊群 有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顽皮的羊 他跌落了山崖 那么牧羊人就会用这个杖跟这个肝 把这个羊把它拉上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拯救的作用 还有另外有一群羊 他们不听话 到一个地步屡次不听 牧羊人就只好用杖 把羊打伤 把羊抬回去 来医好羊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为什么要如此的残忍呢 因为如果不打伤 羊就不愿意回去 那么他就会继续待在那个危险的地方 羊如果不打伤 没有管教 他不明白 他不知对错 他下次就会还在犯 而且不只是犯同样的过错 还可能犯更大的过错 所以为了因此 牧羊人只好忍痛 打伤羊群 为的是要来残果 为的是希望羊能够健康 能够茁壮 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基督徒 有时候来到神的面前 明知道神的话语 也会故意不听话 就好像羊群一样 会离群 会走自己的道路 所以有时候神 他也迫不得已 忍痛的要来打伤 这是管教的杖 当我们被神管教之后 我们听话 我们不作恶 这个杖呢 就能够有引导 保护 拯救 跟管教的作用产生 另外 大卫也说 你的杖 你的肝 都安慰我 这杖 这肝 也有一个安慰的效果 好像牧羊的手 抚摸在羊的背上一样 让羊感到十分的安全 所以我们感谢主 主自己不只是门 他还是牧羊人 我们都是属他的 他用他的杖 他的肝 安慰我们 也保护我们 也拯救我们 还要帮助我们 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带领我们 到可安些的水边 让我们有青草 可以吃 他要喂饱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耶稣 用了各样的方式 要来让我们知道 他何等的爱我们 他不只是羊的门 更是牧羊人 我们是属他的 他也用他的生命 来保护我们 来看顾我们 耶稣认识我们 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 耶稣满足我们 一切的需要 耶稣也用杖跟杆 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 甚至也用杖跟杆 来拯救我们 用杖跟杆 来管教我们 无论如何 这都是牧羊人的爱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在这爱当中 来学习 在这爱当中 来成长 来学习 可以顺服 听主的话语 谢谢你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